最重要的一天就是 美国人今天这个去美元化 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实际上是美元的最大支撑 美国的经济实力下降 我们都知道 其实货币都是财富的一种符号 它代表着财富 但是美国现在的财富 跟它印的钱不相称 美国现在尽管是GDP世界第一 但是它那个GDP第一太水了 如服务业当中律师 报税员这种费用 在那GDP当中很大的成分 还有美国过额的多印钞票 这个2020年的时候 美国出现这个疫情的时候 狂印十万亿 这个钱它没有增长的这么多财富 去美元化这个加速意味着什么 最大的一个点就是 美国霸权的衰落